裝龍扮啞, 又指手畫腳 一身和尚打扮, 合同其他同黨 裝模樣看守獎 用佛靈幫人算命祈福 我都聽不懂 對, 他在說什麼?你聽到他在說什麼嗎 我從大陸過來看見面的 他是啞的 就算明知是扮啞騙人 依然有很多人上當 我們早前直擊這群騙徒的犯案過程 踢爆他們走遍港狗新界 騙盡香港人的錢 給你燒雞皮皮, 給你燒雞皮皮 不知道是不是吃過一層味 他們多次來香港賺吃 完全是香港的法制如無物 好像無染雞籠一樣, 自出自入 佛子神算這些騙徒曾經燒聲匿跡 但是突然又重出江湖 他們騙人的手法實在太浪死了 你現在扮過這樣 或者你扮別的樣子 沒人知道的, 是不是 那是怎樣到絕道理呢 洞將細亡打假行動, 絕不守遠 這次再到成勝追擊 徹底撕破他們的假面具 誓要將他們連根拔起 他們集團式經營非常有組織 而且神出鬼沒 我們連日來 去到他們經常出沒的熱點巡視一下 果然黃天不負有心人 這天終於來到旺角鬧市 看到他們擺攤賺吃 難道讓神棍你摸幾下的小孩 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你會做什麼? 你婚姻就不太好, 我也沒意思說 我未生了, 老公 他就生了兒子, 跟我離婚了 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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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讀一下…知道 四、五個同黨扮演唐邊學 圍攻目標人物 究竟他們是什麼葫蘆, 賣什麼藥呢 我們嘗試追問一下 阿靈, 看不看? 可以讀手帳嗎? 你可以讀一下 讀一下你的運程, 你什麼都可以 東欣也可以讀一下 對… 你可以讀一下 喜風水是嗎? 就是錢的 是, 喜風水也是嗎? 不是, 要錢嗎? 誰知道多問幾問 就馬上撿惹走人 警覺性非常高 看得真, 他身上穿著 印有不同圖案的衣服 竟然跟之前我們在深水埗 見過的假和尚戲服 是一模一樣 很難不令人相信 是集團式經營 我們跟著這個和尚打扮的男人 和一個紅衣女人 看到他們走進麵攤裡找食 吃飽之後 不知道是否放下戒心呢? 他們竟然情不自禁 牽著手 之後還搭上肩膀 不知道多麼甜蜜 原來是一對神軍眷女 看到他們進入了這棟住宅大廈 我們繼續跟 上了其中一層 懷疑是騙徒的鐵鬥 我們跟過騙徒 他們就在旺角鬧市的單位裡 我們嘗試了解裡面的情況如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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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是TVB那邊的 我們是想問一下 你們裡面是住了多少人呢 阿忠不斷地敲門 單位裡面突然傳出一把 粗內地口音的女人聲 人家 我們這邊也沒有在家 但 沒有人在家 你們是鄰居 我也不認識我們老闆娘也不在家 你們老闆娘 你們… 男後人姐姐也不在家 你們這邊也是幫人算命的嗎 不算命… 問多幾問就沒有人再應門了 看到這個單位大門用密碼開鎖 難道是否方便同黨搖搖搖搖搖搖搖 以後樓梯就掛了衣服 各層位置還有大量煙頭 看來單位裡面住了不少人 突然之間有個男人從電梯走出來 你住多少樓? 你住多少樓? 四樓 你住四樓? 你這麼重有七樓? 是 那你認識七樓嗎? 不認識 不認識? 但你經常都這麼重嗎? 不是 那今天怎麼會這麼重? 你本身住這樓嗎? 你本身住是否住四樓? 四樓不是住宅嗎? 那你住在四樓嗎? 那你住在四樓嗎? 即是你本身不是住四樓嗎? 那你住在哪裡? 我本身? 是 我本身住在四樓 即是你不是住在這裡? 在這棟大廈嗎? 是 前言不對後語 同一時間,懷疑是他的同黨 看到我們出現 就馬上掉頭走下樓 是鄰居嗎?認識嗎? 不認識… 不認識?沒有見過他們嗎? 沒有 知道這裡面住了多少人嗎? 我知道 是一起從內地過來的嗎? 想再問清楚一點吧 誰知道他越叫越走 我們深入追查 連一離不斷守候 這天終於在旺角港鐵站發現他們 一走幾天,究竟又去哪裡呢? 原來目的地是黃埔一帶 看到他們視察到處的環境 之後就走到紅磡街市附近開檔 又利用泊在附近的貨車車身 做掩護掩人耳目 沒多久,一位花生婆婆跌入他們的圈套 給他多少錢? 漂亮嗎? 給他多少錢? 很少而已 多少錢? 少了,給我喝茶而已 可能個人好,說年輕人辛苦 那些東西,說得很適合 說是給人家喝一頓茶也應該吧 連婆婆的喝茶錢也欺騙 你們有沒有良心? 真是千里不容 半小時之後 這群人又轉戰土瓜環的工廠區擺檔 期間也引來不少人圍觀 為了阻止他們再繼續騙人 我們看準時機 你們是否騙人? 有 你們已經有很多人了 幫人報警… 我們兵分多怒,分頭追截這群騙徒 究竟他們是甚麼人? 為甚麼要用這招去騙人呢? 我們經過精密的部署 全程直擊集團的背後運作 還抽出幕後主腦 成功倒破這個神軍騙錢黨